苗董漢字演变 哈喽大家好 好像应该是这一个 My job is to make college easier because 懂六书法则 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六书 六书不是六本书 也不是六法全书 那究竟是什么百科全书 六书是汉字结构的六种法则 分为两个阵营 基本法则阵营的选手是 象形 指示 会议 行声 补充法则阵营的选手是 转注和假戒 而正所谓基础要打好 才能长得像101一样高 今天就来重点介绍 像是异形的四种基本法则 象形是用线条描绘物体外形轮廓的造字法 也就是画出物体的形象 例如人长得人模人样 木空四海 二听八方 太阳公公今日也出来了 星月像是代替月亮惩罚你的包青天 我是这小小鸟 鱼儿鱼儿水中游 开门见山原本就是山 开口闭口没事有事都要喝水 啊 指示又是指示什么 它是用象征符号来表示意义的造字法 因为指示表示的是抽象的式 不像象形是表示具象的物 所以只能用符号来表达 像是一二三三二一 上上下下不能不上不下 木下方加一横变成本 指数根 木上方加一横变成末 指数梢 当然不能本末倒置 会义是把两个以上的字汇合起来 表示一个新的意义 可以说是合体变身超进化 例如信就是把人和言合体 意思是人说话一定要诚实 如果食言而肥 那就是言而无信啦 会义字又可以分成 一体会义字和红体会义字 打个比方就像是 一卵双胞胎跟同卵双胞胎 一卵双胞胎大多长得不太一样 一体会义字也是这样 是不同文字组合成一个字 例如修是一个人靠在一棵树木休息 人和木就是两个不同的字 而同卵双胞胎通常长得一模模一样样 同体会义字就是相同文字组合成一个字 例如盐是由两个火组成 买一送一火上加火表示火光上升 还有森是由三个木组成 一二三木头人人人都是影分身 行生是由表示意义的行符 也叫做义符 和表示读音的升符组成新字 好 我要讲的是 刚刚他有讲到会议嘛 所以我们等一下82月要讲的就是 这个这个会议 会议这边就是由不同文字组合成的一起字 有同体跟一起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来 活动式才是讲行生字 所以我们这边要先讲会议 字组合成一个字 例如修是一个人靠在一棵树木休息 人和木就是两个不同的字 而同卵双胞胎通常长得一模模一样样 同体会议字就是相同文字组合成一个字 例如 盐是由两个火组成 买一送一火上加火表示火光上升 还有森是由三个木组成 一二三木头人人人都是影分身 好所以等一下我们讲的就是这个会议字 好 会议字 我们再来看会议字 好会议字大概会有哪些 我们先来看一下 台北市线商教学营 会议字 学习重点 能够认识会议字的构字规则 我加速一下 能够从部件组合中归纳字役 开始上课咯 第一节 字意的传声 各位同学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是否发现 有些汉字好像从部件中就能说明自己的意思 请看看下面的字 苗 可以分成田和草 意思就是指田里长的草芽 美 可以分成羊和大 意思就是羊长大了就是美味佳肴 求意思是被关注的人 我们再看看小传的写法 会更清楚哦 请问你哦 我们刚刚看这些字 它是同体还是议题 地体 对两个不一样的字合并起来会有一个意思 所以它是议题的会议字 看 接下来是看的小传写法 可以分为手和目 所以看的本意就是用手挡在眼睛上面往远处看 这一类可以说明自己意思的字 我们称之为会议字 第二节 什么是会议字 东汉文字学家许盛 曾在说文解释一书当中 为会议字下了定义 会议者 币类和义 以线指挥 五性视野 币是并和并的意思 类是指象形指示等于类的字 义是指字义 币类和义 就是指合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字 指示字 整合成新的字 以用来的意思 线表现的意思 指挥 所指的意思 以线指挥 用合并后的新字来表现所指的意思 例如太阳和月亮 合并起来之后就是一个明字 就带有明亮的意思 五性视野 武和姓就是这类的字 五可以分成歌 也就是武器的意思 和指 脚趾的意思 所以五就是拿着武器前进 准备要发生战争了 姓可以分成人 还有言 也就是人说的话 换句话说 姓的意思就是 人说话 要守信用 双 这是小传的双 可以分为两个锥 就是鸟的意思 右 就是手的意思 手抓着两只鸟 就是一双 尖 这是小传的尖 尖可以分为两个合和一个右 合就是稻碎的意思 右 就是手的意思 手里拿着两根稻碎 尖 就是一次取得两个 大家来看看这个动画 想想看这是什么字 好 觉得这是什么字 两只手 又有水在中间 然后下面好像又有一个盘子接着 卧水 一个字而已 一个字 盆 哪一个 里边那你说哪一个字 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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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的盆 还有别的答案吗 好 我先放完 盆 很像 很像 盆 好 有水 有手 底下还有一个盆子 是什么字呢 盆起的盆 原来是盆 所以 好挂手 对不对 这个就是有手的样子嘛 中间是水嘛 然后盆就是下面那个敏的地方 就是盆 下面这个敏 这边就是盆子的下面 盆子下面的那个地方 布件 避敏的意思 所以这个字就是会意识 森林 火 来开这什么字 粉 等一下我想像 粉烧的那个粉 粉烧的粉 粉化 粉化炉的那个粉 这我不知道 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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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一个火 上面两个木 对 对没错 原来盆子里是盆 对这也是会意识 粉烧的粉 累了吗 先休息一下 后面也更精彩哦 好 谢谢 好 所以这个字 这就是他讲的第一个 第一种会意识 就是从不同的部件 不同的 象形字或指示 是合起来的 会有一个字的意思 OK 这是第一步 他还有一个第二步 还有一个二在这里 台北市二 主讲 国语科 教学拍摄团队 端午节的故事 端午节的故事 看错 欢迎回来 第三节 特殊的会议字 既然会议字是组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 或者是字而成的 那么用来组合的字 必须要不一样的吗 能不能同样的字用两次呢 好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同品句 不但可以用两次 而且还可以用三次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些例子吧 这是凯书的笔 这是甲骨文的笔 看起来就好像是两个人 是的 笔的本意就是两人紧靠着 有 这是凯书的有 这是甲骨文的有 看起来就像 是的 就是两只手握在一起的样子 所以有 它的本意就是两手相握 这个字也长得太不像了吧 这是凯书的笔 这是甲骨文的笔 看起来就好像是 笔地上有两棵树 是的 笔的本意就是 笔地上有树木 丛生 这是凯书的笔 这是甲骨文的笔 是的 笔的笔 它的意思就是 丛生的酸枣树 酸枣树 这个是凯书的枣 这个是甲骨文的枣 看起来就是一棵高大的枣树 这是凯书的盐 这是甲骨文的盐 看起来好像就是火光飞升的样子 看完重复两个字的会议之后 接下来是重复三个字的会议之 这是凯书的雷 这是小传的雷 意思就是 众多十块堆在一起的样子 这是凯书的森 这是小传的森 意思就是树木农民的样子 这是凯书的燕 这个是小传的燕 它要表现的是火光旺盛 所以这些就是同体制很多个 双胞胎 这是凯书的轰 三胞胎 今天是三胞胎 这是小传的轰 它要表现的是很多车子发出的声音 轰轰轰的声音 这是凯书的金 这是小传的金 它要表现的是 闪闪发光非常耀眼的样子 这是凯书的瓶 这是小传的瓶 它要表现的是东西很多的样子 这是凯书的苗 这是小传的苗 它要表现的是水流很大的样子 这是凯书的心 这是小传的心 它要表现的是钱财很多的样子 这是凯书的谣 这是小传的谣 它要表现的是土堆的高高的样子 根据以上的例子 我们会知道 三个代表多数 重复使用部件 等于事物众多的意思 重点真理 会议字的特征就是 能从部件的组合明白记忆 有的会议字是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形字 最后就是组合成的 然后他直接生气 给 他有生气吗 重点真理 好 那我们就回到八十二页了 好来我回到我这边分享一幕 好那我们回到这一页 这个是第八十二页 好 所以他要你想看看 刚刚不是有说的吗 两个言是什么 还记得吗 两个火很旺盛 对就是火很旺的样子 火焰燃烧火光上升 好来 来动手写一下吧 然后那个男是要 是男生在田里工作 然后很有力气 哎呦很棒 很棒 然后鸟 然后名是 鸟在树上用嘴巴唱歌 对 所以就是鸟叫声 所以这个的话 我这样写哦 好 这就是鸟叫声嘛 所以能够拆开两个部件 会有一个意思 这样的话 这种字就是会议字 我们就拆成这个部件 跟这个部件 然后这个是拆成这样子 就是拆成这样 可以吗 嗯 好 然后刚刚庄成说的这一个 指男生很有力气在田里工作 好 用力在田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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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间工作 田里工作可以 所以指的是男人 然后再来的话 火焰的部分 就是指火光上升 火很大 火光上升 好 那刚才有说三个金是什么 金 金 金加金加金 还记得吗 新 新 新对 我的偶像的名字 你的偶像是谁 应该是传体 这就是钱很多啦 有里面有一个人的最后一个名字叫新 好 钱多多的意思 好 就是新 所以我们刚刚看了很多 好 好了吗 好 这个旁边是他的小故事 感谢观看 好了吗 好 旁边那个小故事 我把它讲给你听 它说从前有一个富家子弟 小时候就好吃 你就不会理财 好 坐吃三空 那把祖先留下的家业挥霍所剩无几 有一天他闷闷不乐在院子散步 抬头看见这个树 就一股怒气油然而生 然后呢 他就把儿子叫过来 就跟他说 你看 这四字方方的大院子里面 长了一棵树 不就是一个困字吗 所以就是把木头围了起来 所以就是这个困字 把木头围起来 就是这个困字 把木头围起来 是一个困字 这样子 他说难怪我的生活会贫困 所以他就是把木 把这棵树给砍了 可把树给砍了之后 不就是里面没有树了吗 那是不是变成一群人住在里面 好 所以呢 他就说了 他的儿子就说了 他说如果把这个木头砍掉 把这树木砍掉 会有不祥的语言 兆头 他说树没了 只剩下我们住在这里 不就是变成一个囚犯的囚 这个字了吗 剩人住在里面 所以他就说了 他说就算贫困也不能变成囚犯 所以这个父亲就觉得 儿子话很有道理 所以他就取消坎字念头 所以这两个字 他其实也都是会议字 这边讲讲的会议字 从字去拆了字 把这个字拆开之后 这两个字合并起来 会成为这个意思 这个时候就是会议字 好 那我们下一次上课 就会再把后面的行声字 在一起讲完 好 所以这边是这个会议字的小故事 好 所以刚刚我们还有看到很多字 不止这些字 这些还有旁边这些都是会议字 好 那我再帮我翻到84页 好 那这个修持法就是我们一直都有讲的 这是什么法 色问 对 这边是色问 原来平铺直去的语气 改成询问疑问的句子 就称为色问 那色问是一个很笼统大的东西 就跟拧人 就跟转化一样 转化的话就是 由拧物为人 拧人为物 还有拧物为物一样 它是一个很大的东西 所以在色问法里面又分成三个小点 就是提问 自己发出问题叫提问 还有激问 就是很激动的问 就是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把它提出来 去问大家 那第三个是询问 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就提出这个问题 然后来问大家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个 这三个框框的地方 好 再来第一个提问的话 他说作者内心其实没有疑问 作者内心其实没有疑问 为了强调自己的想法 才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心里是没有疑问的 想要强化他的想法 好来 你看这句话 谁是最富有的人 我认为能跟别人分享的人 一定是最富有的人 就这个 就是其实他就叫做自问自答 来帮我写一下 他自己有答案了 那为什么还要问这个问题 就是强化他这个想法的重要性 所以这个提问 其实就是自问自答 色问里面的一种自问自答 好 第二个就是第一问 他说其实是作者心中已经有想法 已经有想法 只是要增加效果 反面设计问题 反面去设计问题 好 所以他就问了 连孩子都站起来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呢 所以他是不是希望自己可以站起来 大人可以站起来 他应该是在拔河那一刻 孩子们都从 难过中站起来了 艰难中站起来了 那为什么我们这些大人没有办法振作 所以这个是拔河那一刻的 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提问 他就会稍微比较激动 用反面的方式 我们为何不能呢 其实他希望的是我们可以 所以他是一种反面的问法 有一个不出现 所以他比较像是反问 反面的问法 好 再来第三个 询问 作者是真正心中有 真正有疑惑 所以在文章中提出来 就像有一刻 你觉得 我那一个怎么出去玩比较好玩 那一刻是什么 是吗 有一刻啊 你觉得去哪里玩最好玩 还是要怎么玩最好玩 忘记他哪一刻了 不是这一刻啦 应该是 就是有一个小孩回答吗 对对有一个小孩回答 不是这一本书 不是这一本书 应该是上学期的 应该是上学期的 你觉得怎么玩最好玩 哦好 对所以那个的话就是这样子 就是他心里有疑惑 所以他提了出来 所以 他这边的 立刻框框 回想过去的年 你到过哪些地方 跟哪些人成为朋友 你学到了什么 你留下哪些难忘的回忆 其实这些都是 作者不知道的答案 他问读者 所以他是他心里自己的疑惑 好 所以这边的话 悬问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这样想 他就是真心问 他真心问 他就是不知道问题 所以他真心 发自内心的问得出来 我建议的是平板吧 平板是可以立起来的哦 我应该可以看得到你的人哦 好 来所以呢你帮我看一下85页 好 所以舞蹈是什么呢 简单的说 他是一种利于美的展现 也是一种表露情感的艺术 所以他应该是提问 提问还是询问 第一个 提问 提问 对 他是试问自答 所以这个是提问 对 提出问题 表达自己的想法 所以这个是提问 好 那第二个呢 分心问 是询问 是询问 对 他记得旋里面是三横哦 OK OK Thank you very much 好了 那下一周 来 半夜86页 在这边还有 想一想 如果 这些动物 没了 尾巴 或是他们的尾巴交换 会有哪些趣事发生呢 老师那如果是鸡的尾巴装 那老鼠的尾巴装在鸡的尾巴呢 没有啦 我是要问你 他是哪一种 我不是要问你 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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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思考 等我一下啦 等我一下 我在思考 好啦好啦 你是不是看到那个前面提出问题的提问 随便啊 设问也可以 试试啦 因为我觉得啊 嗯 我会觉得他比较像是提问 因为 他会让读者去吸引读者的注意 就是 他们尾巴交换会有什么趣事发生 就像刚刚张欣神那样 他就想说了 把老鼠的尾巴跟谁的尾巴 基因 基因的尾巴交换会 所以他就设计一个问题 让读者自己去 去吸引读者的注意 让读者去想 所以我觉得他还蛮像提问的啦 随便啦 学问全部都学一遍 好啦 那后面呢 这个 提问 你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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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曾经 好 这边啊 询问啦 询问 好 询问 你在那边生气 你曾经 头很痛 马蒂吧 马蒂都变得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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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尾琴 头很痛啦 我会碰啦 尾琴哦 尾琴 是我妹妹他们在吵架 你妹妹他们在吵架 吵到头很痛 对啊 是大人头很痛吧 怎么会是你小孩头很痛 太好笑了 好啦 你记得帮他们加油打气 诶 那我们今天国语还蛮丰富的 我们讲的会议制 还讲的设问法 好 那我们就十点半回来咯 十点半 一样看到我 老师当你看 你也直升一样看到我 都会是看到我 今天都是我 然后当你看到我 我就会在车上 哈哈哈哈 好 因为我要去看 比如说 当你看到 当我看到你的时候 你正在来我这边的路上吗 不是 这是最前往大西的路上 正在来学校的路上 之前往大西的路上 所以我现在要准备东西 诶老师 所以下一节要带什么东西 要带什么老师 下一节 拜拜 拜拜 下一节要带什么